今天晚上開始 在災難現場這邊 已經開始進入了 所謂的大綱牙搜救 不過現場的家屬卻抱怨 說搜救進度的公告 實在是太慢了 市長賴清德也出面還假 把時間交給邵玉銘 持續搜救超過79個小時 家屬心急如焚 守在現場等消息 但是這邊家屬有聲音傳出來 因為搜救進度的公告 他們認為不夠激動 不夠及時 反而都是看著新聞報導才曉得 所以最新狀況 讓家屬認為這樣子公告 並不合理 甚至也不夠靈活 所以哭喊著拜託賴市長 我們來看現場畫面 拜託好不好 搜尋好不好 開什麼會不重要 拜託 我不要開什麼會 拜託 那個因為就是擔心 什麼難會 不是 就是因為 有很多家屬想要知道現在救援的狀況 所以特別來跟大家做報告 因為現在救援已經在開始 就是說大綱亞這個進去 但是你們很多人在想要說 那什麼時候才會救援到 你們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盡情的出面緩和安撫家屬的情緒 但是時間分秒必爭 家屬的心情相當的煎熬 希望等到的就是一個消息 只是現在在市府這邊 他們利用LINE來成立群組 讓家屬可以收到一些訊息 但是有家屬認為 根本就沒有時間 也沒有心情一直低頭滑手機 只能夠在現場期盼著 所以希望說可以有更及時的公告 讓他們可以在第一時間 得知家人的最新狀況 以上這是來自現場目前的新度 時間還給棚內